大家好,我是Paner 伯母,歡迎收看Paner 隨便玩 今次要和大家玩的遊戲叫做Hand of Fate 命運之手 這是我近期買的遊戲 我都不是玩了很多,也不算很熟 但是就趁著這個,我想試一下 我打算玩這遊戲不會像平時錄的連載那樣肉緊 應該可以輕鬆一點,測試一下喉嚨好味 我們立即開始 我這個Anna's Mode還未解開任玩的模式 還在玩故事模式 這遊戲是什麼呢? 你可以說它是動作遊戲 又有卡牌成份 又有陰險 如果你死了,就要由頭來過 那類型的遊戲成份 我玩到第三章,Queen of Dust 我們一路進去一路解釋究竟這遊戲是做什麼 當年再見到Queen of Dust這個沙塵女王 可能真的很沙塵 有什麼跟它說呢? 它對著你那些有志向 有些很偉大目標的人 沒有什麼跟你說 因為在這遊戲中 有些沙塵的沙塵 應該是一些賊 我剛才說過這遊戲 是有卡牌的成份 現在看到我們開始的冒險旅程 之前 就要處理一下自己的卡 這卡就分為這些裝備 上面就是我擁有的卡 下面就是我現在來到這個階段 可以帶14張卡 有各種不同的武器 那這些卡片 其實就會在我這個冒險旅程 一路有機會抽到 你看到我雖然有些很厲害的武器 或者很厲害的裝備 但我都要抽得到它才有用 所以跟其他卡牌遊戲一樣 你帶多一些 你覺得好的東西 帶多一些 你抽到的機會也會大一點 除了武器方面 另外這邊就是一些 遭遇的牌 你看到我已經帶14張 很多都是新的 就是玩完上一個章節 就新收回來 每一張就代表一些特別的事件 例如這個River 你抽到這張牌的時候 就會去到河裡 看看河裡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或者這個Goblin 我之前遇過的 當你抽到Goblin牌的時候 他們就會偷了你的裝備 你就要去打敗他們才可以拿回來 這樣 好了 我們就帶了14張的裝備牌 和14張的Encounter牌 出去 我們就可以 真的 進入這個冒險 這個冒險 這個冒險旅程 是第一個認真的冒險旅程 如果贏了的話 就會得到她的第一個 特別物品 她的杯 搶贏她的杯 左手邊的杯 或者有蜘蛛 你看到她在這裡 派牌 把我帶出來的牌 還有一些 對 她說要加一些卡 去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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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來到這一張有更多的東西 因為除了我自己帶的裝備牌 還有那些遭遇牌 她就會有一些pain and gain 即是有些敵人的牌 還有一些祝福的牌 還有當你完成任務 就會有一些獎勵的牌 我現在就加插進去 你看到我現在就從這個位置開始 這一關 暫時一開始就沒有選擇一條路 只可以一張一張牌 只可以一張一張牌 其實我們進行這個冒險的時候 就在左下角看到 有血量 有食物量 還有金錢 這裡就告訴我 我現在手上有什麼牌 一開始就什麼牌都沒有 只有一個很基本的 爛鬼斧頭 20攻擊力 只有100血 10天的食糧 還有沒有錢 我們之後 一邊玩下去就可以增加 當然可以收到錢 但是每一天的步驟 每一天的旅程就會消耗食物 我們就沒有選擇了 向前走 第一天 你看到它消耗了食物 打開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張River 河流 雖然可以保護一些東西 但是一般來說 都是很難才能夠通過 好 我可以做選擇 他說 你這條路 就被河阻擋了 水清沙幼 但是水流很急 那你怎麼做呢 選擇 硬硬過河 不是硬硬 是上司過河 還是反過來 然後呢 我們冒險者當然是嘗試過河 好了 有四個可能性 有三個會成功 其中一個還是大成功 而一個會失敗 看看我們運氣如何 大成功 竟然被我抽到 大成功 那會怎樣呢 由於我穿著輕裝盔甲 所以過河就很容易了 甚至在過河期間 還可以潛一潛水 去撿到一些閃亮亮的石頭 那怎麼辦 我撿到一些錢 好 所以他就送 這個DULA 這個命運之手掌管著我的 這個不知道什麼神秘人 就給一個高金卡 普通的金卡就是一些獎勵 那可能 他是不是額外送到一個金錢的金卡給我 那我現在看看 他送什麼給我呢 好了 我現在賺了25金 哦 就是賺了25金而已 還有這裡有一個Token 就是這些新的牌 你完成到這些Encounter的話 他就會 當我完成了整個旅程 就可以開這些Token 然後就 會再拿一些新的牌 加入我的Deck 那裡 下一步 Traveling Mage 一個旅遊、旅行的法師 其實呢 這個是可以去買東西的 但是我覺得25金 其實應該就買不到什麼 但是不要緊 色管 就去看看 這個遊戲裡面 那個畫面上那個 效果都挺有趣的 你看看 我走了出來 這個不是戰鬥 如果是戰鬥的話 你會看到他 扔了一張卡 然後我就會扔了一張 看一會兒 一定會看到的了 看什麼物品可以買 我有25金 咦? 25金都可以買到一些東西 這些貴的東西買不到 我們不特別說了 25金可以買到這個 Take Double Damage From Play Attack Nisman 我們帶了這個特別的六角頭盔 也不是六角頭盔 Hern...Hernless 對呀 六角頭盔 對付一些蜥蜴人的時候 就會有雙倍的傷害 我們儘管試試試看 買了 是 回22金買了 沒有了 應該沒有了錢 可以做的 也應該買不起來 要6元才買到Food 應該都OK的 所以我們先頂住 再下一天的旅程 準備 再走 又扣了一個食物 司馬開門 HELFUL PRIEST 好喔 是不是會 一個 好幫得手的 牧師 祭師 這樣 撞到一個旅遊的牧師 GREASE YOU IN A FRIENDY MANA OK 友善的那怎麼辦 嘩 還給一半食物 我可能會餓死 唉 先看看 全部都會成功 沒什麼所謂 不會失敗的話 其實呢 剛才抽牌 那裡 牠的牌不是完全隨便 你眼淚的話 可以看到 哪一張是失敗 哪一張是成功 好像看到這張是成功 YES 眼都不差 經常打機都還沒有壞 眼睛 好了 給了一半食物 然後呢 牠用一個古老的宗教的語言 講了幾分鐘 然後呢 摸摸額頭 完成了 可以抽兩張祝福的卡 這卡的圖片 我拿到這個圖片了 可以抽兩張祝福 有什麼? Critical Strike 如果你不死的話 這些祝福就會持久有效 好 第一張 Critical Strike 第二張 嘩!Retribution 怎樣? 可以接著這支箭嗎? 喔 如果我被人射中箭 敵人有機會 會燈三秒 會自己暈三秒 向天射箭 遭天天射回自己身上 是敵人嗎? 咦! 真的抽到Goblin 嘩! 死了 我的食物都沒什麼剩下 真的 每次看到Goblin 都一樣 你睡醒一覺 就發現這些物品被Goblin偷了 所以要對付他們 搶回來 這裡就看到3個Goblin 才會有3隻Goblin Goblin的敵人 我們終於可以看到這個遊戲的戰鬥部分 看看這個動畫 Goblin在那邊出現 你看到我出現 然後帶頭盔 然後給我一把斧頭 我只有一把很便宜的斧頭 最後就是我的血量 而且我有一個Critical Strike bonus 這些Goblin就不太打我 所以我可以很輕鬆 吃死他們 順便收拾一些錢 還要走 最後那一刻還想走 掉了水 死了 這個戰鬥很簡單 左鍵攻擊 右鍵攻擊 右鍵攻擊 我有沒有限時要打死他 否則他走了 我不會拿不回那些東西 戰鬥我覺得 不是這遊戲的強項 不是太突出 但戰鬥的環境和條件 每次都不同 有些 我又收拾一些食物 有八個食物 我不是把Goblin拿去 拿了Goblin肉 為何會多了食物 不知道 好 接著遇到The Maiden 這個女子 這個美少女 騎著獨角馬的女士 都是好東西 你可以說 你需要什麼 想要一些長壽 要一些補給 還是要錢 我現在需要補給 對 問他拿食物 都是可以給我 兩個Food Gain的卡 看看我們收拾到多少 第一張是5個Food 第二張是3個Food 也好 現在有15個食物 我們可以繼續前進 去到這裏 未完的旅程 只是來到樓梯位 當然要下樓梯 其實現在不能選擇 因為整條路就走光了 若果我現在看到 有時候地圖 就不太簡單 很多話說 對 我們只是剛剛開始的旅程 現在可以選擇自己的路 如何走 一個寶箱 一個寶箱 好嗎 去探索地下城 然後 就有機會拿到這個寶箱 嘩 咦? 我們要看清楚 隨便看著一張 糟了 喂喂 你轉兩次嗎? 嗯 嘩 我是不是需要衰一次試試 我沒試過衰 抽這些卡 因為其實大部份 這些Encounter的成功率 我暫時抽的 這次已經算最難的了 有兩張Failure 之前的多數都是有一張Failure 那麼少 好 開 然後到這個寶箱 那裏 那怎麼辦? 還用不著打? 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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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Failure 我們記住哪張Failure 就行 我不知道哪張Failure 但我覺得這張是食屍 嘩... 壞眼... 我壞眼... 當然不對了 那怎麼辦? 開不了 嘩... 這麼辛苦來到 然後開不了 拿不到這個Token 收起來了 唉唷... 浪費了 不要緊 繼續走 Mr.Leonni 這隻是這樣的... 是不是Goblin的東西來的呢? 怎麼了? 他說他送個盾給我嗎? 這個是說我在酒吧裡 看到這隻 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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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得... 扮得... 扮得...扮得很差的Goblin 誰都知道他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他跟我說 我的名字呢 叫做Mr.Leonni 如果呢 你給我一些... 我需要的東西 我就會變化 變化法 變化法術 給你的了 那我們可以給他什麼呢? 呃... 給他桌面的麵包 給他20金 或者問你想要什麼 或者不理他 我們只有28金 請你吃飯 給你麵包 嗯... 然後他就看著麵包 很刑重地去考慮 然後呢 就收起來了 然後呢 看來呢 好像很滿足 那怎麼辦? 對了 我扣了一個食物 然後就跟我說 他點一下 那個法杖 在地上 然後呢 就有個盾 在我腳邊 就呈現了出來 好了 就送這個盾給你了 然後就對我笑一笑 露出他這個 崩了黃色的牙齒 他說你的樣子 令我想起我兒子 但是呢 我從來沒有見過你的 是不是? 哇 他的兒子 竟然跟我差不多 不是這麼大件事 好了 我們得到一個盾 我們下一次戰鬥期間 就可以看到了 TWISTED CAEON 我看到呢 在太陽下 有一把武器 閃閃亮 擺了一個 骷髏骨頭的旁邊 在這個山谷的底下 那我呢 好不可以下去拿呢 下去拿吧 再一次 不會每次都那麼失威 選中 一張不好的卡 嗯 對了 我真的看到左手 誰是失敗的 這次 好了 下去 看看會拿到 咦? 那我們呢 就可以拿到一張 武器 剛剛我們最初 整套裝備卡 那裡 裝備卡裡面 不是全部都是武器 我們這次只抽武器 抽到什麼 抽到一個鎚仔 那就好一點了 好過 我們之前那把 爛鬼斧頭 這個鎚仔有27攻擊力 而且呢 就有Holy的能力 Holy好像對付那些 妖魔鬼怪就會特別打暈他們 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可不可以再增進去看看 看不到 不要緊 當然是裝備 這麼辛苦 抽了出來 我們可以選擇 S這樣繞 或者繼續 怎樣繞上去 不如試試這樣走 Walk 4 哇 落石之計 不是吧 怎麼辦 有很多圖 有什麼避開去 對了 被人用石頭 還是山泥傾死 還有石頭 嘩 嘩 嘩 會不會死 我們只有一張石屍 嘩 死了 看不到 怎麼看哪張是 我們真是希望不要是HUGE 失敗 唉 少少失敗 都接受 扣血吧 唉呀 要加一張痛苦卡 怎樣痛苦 哦 減5 max health 最多你只有95血 然後 誒 五滴血不要緊 沒有怕 You spot bandits on the hill above you 沒錯 原來剛才那些石頭 不是天然砍下來的 是有些 有些 導賊的強盜的組織 滾下來殺我 我可否追殺他呢 有仇不報非君子 嘩 要抽兩張monster card 看先 一張是2 of dust 一張是Fill of Dust,即是有五個敵人 我們來試試我們新的盾牌和徐仔 來 看看在哪裏出現,那邊那邊,很小的地方 要一次打這麼多敵人,頭盔,盾牌,徐仔 最後那個是血 有盾可以按Kill counter 當然我講過,這個遊戲的戰鬥很容易 按遠應該刺不到吧? 趁這位哥仔死在地上就快點解決 按錯了按錯了 除了用Kill來反擊之後,還可以按SPAY來跳開 剛才找個盾撞到人家 你看到我分享多個魔導 都玩得這麼成功,被五隻Captain去圍偶都沒有怕 這遊戲的敵人其實都很輕鬆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比較複雜的敵人 這個哥哥死都很慘 C號無損就對付了你五個敵人 我都沒有怕,老實說 可以抽兩張Equipment的卡 當然是防守,但無論如何是值得的 這個頭盔可以用來反彈一些遠程的攻擊 然後還有一個小小的... 呃... Force explosion 換了我們的六角頭盔 我的六角頭盔只是對付蜥蜴營人的時候才有效 我也不知道蜥蜴營人在哪裏 我們試試戴這個頭盔,換一個 接著呢 Chain of Rage 憤怒的斂甲 During combat Strike sustain from both and wands have a chance to restore your could down 咦?有could down嗎? 好像不太需要 他說戰鬥的時候 呃... 如果被人找遠程射中 或是用法杖打中 或是用魔杖遠距來攻擊打中 有機會重設那些技能的冷卻 但是不是比普通的薄薄盔甲 但是薄薄盔甲 剛才油水好像有幫助 不要緊 我們儘管 算吧 Defense medium 我猜防禦也比較高 Call for the Pit Priest 可以召喚牧師 那怎麼辦? Shady growth of the beaten trial You'll find a traveling version of King to trade with 咦? 都是... 都是旅行商人 但是是不是... 是不是有些法術東西賣呢? 不用不用不用看動畫 咦? 這個就不是賣東西 是...都可以賣東西 但是可以買這些 Blessing或者補血 我剛才也有Curse 唷 300元才可以取消 這個Curse 這個Money Back 這個Curse 是我一開始就已經有的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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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Money Back 是有什麼? 我越多錢的時候 戰鬥的時候 就會走得越慢 這個是... 這個Campaign 到了第三章 這個一開始已經有的Curse 我想我可以賣點東西 其實... 這個六角頭盔我們不用的話 我可以賣掉它 只是值七元而已 不過... 其他都... 什麼都帶著了 沒有東西好賣 我們不用賣食物了 應該... 剛才這隻Curse 笑我說... 如果你看到蜥蜴 那怎麼辦呢? 我們這樣繞個圈 最後才進入中間的格 好嗎? 又落石之計 有沒有搞錯啊? 你們這些小賊 只有一個食屍 我們認住食屍 看不到 嘩... 轉一下真的看不到 豈有此理 都沒有什麼好處 逃走了 再來 嘩... 這個什麼... 我可不可以走這個山區啊? 嘩... 危險啊... 我覺得好像是這兩張之一 又錯了 又抽一張PIN卡 看來要... 又扣5敵血 只有80 好啦... 我們... 我們... 今次報仇 豈有此理 又抽兩張PIN卡 嘩... 7隻敵人 雪姑七友 7個小矮人 咦... 我的規格不同了 嘩... 這麼快手的 你衝過來衝得 好在我呢... 就... 拿個鎚子 應該現在呢... 就... 攻擊力很高下 不是很高的 高一點啦 嘩... 這群人呢... 都不是很擅長戰鬥 或者不是很喜歡一湧而上 嘩... 賺壞了 避開了... 我剛才好型的 蹲下鼠過去了 其實由於這遊戲 都是很Indie 所以... 這些Animation 戰鬥Animation 這些就不算做得很好 所以戰鬥方面 也不太多說了 7隻敵人 我好像中了兩刀暫時 射死了 射死了嗎 一個按鈕呢 就什麼都打敗了 其實就... 咦...死了 原來... 嘩... 有個還沒死 我打算按右按鈕去... 打敗他 誰不知 他要我打敗不讓我打敗 打暈 解決他 還沒射死 應該是最後一隻 好了 把頭巾阿叔推進去 順勢掉下去 不行 可以補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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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補回一些血呢 67血的 可以補回一些 可以補回兩張裝備卡 這些是特別的... 發術效果來的 好像這些 這些都是類似 Blessing的東西 是不是 大家知道我現在 所有攻擊都會有毒的效果 OK 好 又有另一頂帽子 這是怎樣的 如果我撿到食物的時候 就會再額外多40% 我們的確沒什麼食物 那不如 戴這頂帽子 也沒什麼 另外一頂帽子 遠程攻擊受到傷害 也沒什麼... 很少會中到這項 好了 來到這個... 章子的最後一部分 看看說什麼 這個Queen of Dust 小時候已經被奴隸主捉到沙漠 那麼多年以來 他一邊就賄賂 一邊就謀殺他的敵人 終於就上位去到 這幫賊的... 第二首領 所以證明他 是... 很狡猾的 而且他在戰鬥中 就被普通的 賊人 難對付 也會有一把... 十字弓 去保護他 我們就要來 打大佬了 某程度上 看看會有多少... 跟班... 2 of Dust 這麼少? 這麼少少 這個呢 就是Queen of Dust 嘩 就是幫助他... 哎呀 總之我保持遠程攻擊 會有幫助我的頭盔 我要看著他的... 他的弓準備發射了 肥祖 我可以先解決他的弓嗎? 滾過來 打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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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 對付你兩個小子 Counter 還沒瞄準到 先滾開 先滾開 新手很靈敏 我覺得自己 嘩 好痛 好痛 紅色的攻擊是避不到的 幸好被自己的小子 阻礙了 可不可以拆破 這把東西 打破了 打破了 稍稍解決 這兩個敵人 然後等我 嘩 你又在耍你那些... 特別攻擊 打破你 應該解決一隻 避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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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了 這麼輕易就... 再打... 嘩 走啦 紅色那些避不到 嘩 又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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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擊 攻擊 避開 一下 就是一下 嘩 打暈他 有好處 好啊 打暈 OK 解決了這個 Queen of Dust 我們撿到這張卡 嘩 嘩 我的頭盔很搞笑 像一隻鳥一樣 弄得我變成... 好了 我們拿了他這什麼 Goblin 這杯 有什麼好處呢 好 都是說 呃... 帶著這杯 似乎就有以下的升級 我那些計算是只有反擊 做多些傷害 increase st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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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我招幼制 令人暈得比較久 starting gear 一開始 我就不用拿那把難的斧頭 應該可能會好些了 嘩 但是呢 敵人都增強了 敵人都增強了 骷髏骨頭 又增強了 敵人都會把刀子丟掉了 噢... 不只是有好處 對了 偷了他這杯 現在不能回頭了 現在... 之前呢我都比較... 好人一點的 未來就不會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之前完成到那些 監獄 有這些Token 那些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來看看 第一個 開到... 我成功過河 所以就... 得到這個 Ring of Survival 這樣的戒指 下一個Token 呃... Helphful Priest 那個Encounter 這樣的一個武器 有Healer's Ring 還有呢 有一個新的Encounter 叫Charity 這個圓形的 有不同一點的 嘩 什麼 哦 這個是... 打贏的Bandid Queen Bandid Queen Coin of Dust 就撿到這四張新的 這都是Encounter的卡 來的 我們呢 就... 暫時不知道有什麼功效的 還有呢 不止 不止 四張 還有三張Equipment Fleet Cuff 即是怎樣 是... 弄一隻腳嗎 腳療來的 但不是啊 這是不是手來的 好了 有一個大鎚仔 還有一個Arm of Code 一個凍兵凍的裝甲 我們這些卡就會加進去 當然我們可以玩下一個章節 但是呢 我當然不繼續 簡短地向大家展示了遊戲 不知道玩了多久了 進入去... 下一個章節之前呢 我們呢 又可以做些事情就是... 對啦 在這個Death Builder那裡 對啦 在這個Death Builder那裡 你看到呢 我又... 會玩多了一部份 其實就... 呃... 每一次可以帶出去的卡 就會多了 之前呢 只會帶十四張 接下來呢 就可以帶十八張 那我們當然呢 就把這些新的 大鎚仔 什麼這個... Fleet Cups Armor of Code 加進去啦 還有這個... Hellers Ring 咦...沒有啊 不夠... 給我裝那麼多東西 我們呢 就可能要帶少些東西 就是抽一些東西出來 那譬如呢 武器方面 看看你想... 譬如... 我有兩個Medium Armor 我都不太需要啦 那可能我抽起一個呢 就帶這個Ring of Survival Ring of Survival 有什麼意思呢 這些新的卡 現在呢 就... 你需要撿到它 用到沒有了這個New的字 應該才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譬如現在呢 它還是新的卡 就... 我都還沒看到它的效果 譬如... 這裡還有一些... 這個... Angels Ring 之前撿回來的 但是上一次呢 都還沒再... 抽到它 所以呢 仍然還沒看到它的效果 那些 Encounter 也都是啦 這些呢 有些新Token的 我們當然要加進去啦 加進去的話 有機會抽到 再放新卡 那... 和一些装飾一樣 新的卡 我們還沒知道有什麼效果 所以呢 都要在真的 這個遊戲的過程當中 找... 抽到它 遇到它 才會... 顯示出來 好了 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又可以是 開始下一個... 啊... 挑戰下一個張戰的了 不過呢 這次就在這裏跟大家分享到這麼多 這遊戲單看每一個部分就可能不太突出 尤其是在戰鬥方面 但是它加入了其他的元素我覺得挺特別 玩起來上來的流程你會覺得下一步會發生什麼 但是有些戰鬥方面你可以選擇 你怕不夠打的話就把更容易的戰鬥放進去 把更好的戰鬥放進去 我看一些介紹或者有些人的評語 就說可能我現在比較初期 玩後一點應該比較難玩的 有些人就說太講運氣了 你可能抽到一些卡是很難打的 就不可能贏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真的出現這個情況 暫時來說你看我都很輕鬆的玩得 所以我想我玩久一點看看會不會真的好像他們所說的難玩 其實我想挑戰性大一點 另一方面就是 好像要當你開啟了卡才可以玩那個Endless Mode 那個就不是一張一折這樣玩的 不斷開啟了卡下去看你會開啟了什麼 可能用完卡又會洗牌又再來 那個可能才是氣慾 等我遲些玩多一點的時候再跟大家回報一下 可能在近來搞什麼 或者之後的遊戲再複雜一點的時候 再拍一些隨便玩給大家看 因為今次都有一些內容我之前玩到出來的 例如有些充滿陷阱的地下城 少少的迷宮 今次都沒有遇到 希望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東西 再讓大家看到這隻遊戲 我是PandaBat燈熊貓 謝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